你就是这样心疼长姐的 我并不知道长寿根中有毒 长姐 臣弟冤枉啊 是她 是她在长寿根中斗了手脚 她想必是听了王爷的怂恿 想栽葬到臣弟头上 因我们姐弟相侦 从而愚温得利啊 请长姐明察 事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 把人带上来 长姐难道就毫无过错吗 父皇曾托宁照顾我 父皇曾托宁照顾我 认为我是梵桐 这么多年你一直纵容王爷压制我 他们所有人都笑我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子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弟弟 我是你的长姐 可我也是万民的长公主 废宇文雀诏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宇文雀仅品性无端 怀异端而献其军 即日起 废属宇文雀之位分 未经召见 不得进宫 解除楚王的通缉令 归附其王爷身份 亲子 你们还在这干什么 叶恒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殿下 您的手 别叫我殿下 我早已不是什么殿下了 你们给我滚啊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你们有谁还是楚王的人 都在害我 都在害我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人都不是我 那为何我天意无分的计划 回落到这般天地 春夜寒 只我自己 我会背叛自己 海伦你这干什么 你们都给我滚啊 殿下 您冷静一些 来 请相信我们 阿丁的背叛 苏霓泽的背叛 我最器重的四事 都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我 我要怎么信任你们 现在说这些 已经晚了 长姐已将我废了 见不见 我已 深爱迷恋 你们滚吧 免得受到牵连 我们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 不知道之后 还会不会有机会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小悠 小悠 张力 王爷回来了 小悠 快 快过来 怎么没有看见小悠啊 王爷 你怎么这声打扮 说来话成 今日我来给你们个交代 小悠要谴赞我们 求王爷开恩 我们不管王爷是何人 只想跟着王爷 你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放心吧 来日方长 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再见的 走吧 你看 以后我们要是在一起说话 我们要生活了 我也要学会做饭 我们去买菜吧 你做的饭我可不敢吃 还是我来吧 瞧不起谁呢 我跟你说啊 我以前可是看过很多美食直播的 也说了你也不懂 你就做好你的小王爷 好吗 再说了 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前朝太子 会做什么饭 八岁那年 我流落民间 在那之后 我与阿爹 已尝遍人间几乎 你看吧 你都受了这么多苦头 以后还是让我来吧 你知不知道 这样 我会更伤害你 我们去买菜吧 走吧 走吧 你才会摘揄的离分 只剩下你的气味 还能保留余温 能不能再流一声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欲世终分 能不能再留一声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于是终分